在高雄的九十日路每到上下班尖峰时间 或者是连续假期三车情形都会相当严重 而且常常有用路人要上扎道的 结果不小心占用了执行车道 怎么改善呢警方就想到一招 他们拿着预录好的大声弓就站在路口处提醒 结果呢现在附近居民觉得真的是有够吵的 因为一天可能要听3000次 因此实施短短两个礼拜赶紧换个方式 以举牌来取代大声弓 路口处远景一人拿着大声弓一人指挥交通 想提醒上杂道的庸路人要提前靠右行事 但没想到这行为有附近住户感到相当反弹 当时远景都是在这里宣导 但其实可以看到附近住宅林立难怪会遭到痛批 其实这个管播宣导每五秒播放一次 等于一小时就会听到720次 一天下来要听同样的句子将近3000次 警方得知有居民不买单短短两个礼拜内就赶紧改变政策 对民众造成困扰我们会检讨 移动式立牌的话就是不会发出声音 也可以提醒到庸路人 依据牌的方式来提醒除了不会造成附近居民不变外 也能达到宣导效果让车辆早点分流 接下来宁欢喜福节高雄报道